接下来我们今天关注美选的则是川普和美国总统拜登 他们应该就是一组对决组而现在各出其招 希望扭转自己在选民心中的形象 拜登一个比较大的内政包袱就是一直解决不了的 非法涌入移民的问题严重影响国安 使得他的连任选情受到很大的冲击 因此拜登的移民政策越来越强硬 他有意签署行政命令限制边境的移民数量 这也就是等于走回川普之前的回头路 共和党发起弹劾拜登 但是大翻车 议员紧咬拜登跟他的小儿子杭特拜登收贿 但是发现前FBI线人所提供的相关不法证据 全部是谎言 弹劾案变成了诬告案 让共和党相当难堪 美国南部边境涌入爆量移民 已经严重影响国安 总统拜登连任选情也因此受到冲击 白宫知情人士透露 拜登在移民政策的立场已经转趋强硬 他有意签署行政命令 限制边境移民数量 新的行政命令内容可能包括 终止提供非法入境者 申请庇护和安全的保障 若一周内单日平均移民数量超过5000人 政府就会关闭边境 这项行政命令与前总统川普在2018年推出的 严格移民法类似 民主党在拜登上任后立刻推翻了川普的政策 改采叫人道的系统 白宫如今却走了回头路 本席认为拜登此举也是向共和党释出妥协讯息 希望众院能够尽速通过包含边境安全在内的远外预算 移民大量涌入德州 共和党籍州长阿伯特 已经越权采取多项争议性措施防堵 像是架设有刀片的铁丝网 但也确实让原本一天涌入5000人 现在奏降到仅剩1% 阿伯特上周还宣布要在边境盖军营 可容纳2300人的部队 加强边境的控制 加州政府也更新了防堵移民的边境墙 加高到10公尺 不过当地居民认为根本没用 只是浪费钱 共和党抓住移民失控议题成功打击拜登选情 但共和党发起的弹劾案却打翻车 共和党议员惊要拜登和他的小儿子杭特拜登 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接受乌克兰能源公司的贿赂 但如今发现 前FBI线人所提供的相关不法证据全是谎言 而且材料还是俄国情报官员捏造的 这名说谎的FBI线人也遭到起诉 弹劾案现在成了诬告案 当时执政历历的共和党议员只能靠硬拗来自圆其说 要论美国政治人物硬拗功夫 前总统川普绝对是翘楚 遭四项刑事起诉的他 一口咬定这是政治迫害 他还自比是俄罗斯反对党阵营领袖纳瓦尼 他因为反对总统普京而遭迫害 上周在狱中猝事 川普此番言论也遭批评 自台身价不伦不类 美国11月的总统大选 争取连任的拜登与可能的对手川普 现在都紧盯一个人的动向 就是脱离民主党独立参选的小萝博甘乃迪 只要任何摇摆州的一点选票流向他 都可能让拜登或川普落选 民主党的非议选民是小萝博甘乃迪的主要支持者 民主党为了阻止甘乃迪挖走选票 近日将他与川普的MEGA运动挂上钩 还说他收了MEGA支持者的捐赠 参选目的根本是要帮川普当选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 甘乃迪比较受川普支持者欢迎 所以更有可能瓜分川普的选票 TVBS新闻总和报道